在漫长封建历史中,女人一直都被看作是男人的附庸,男人饱读诗书,开疆拓土,闯一番天地,而女人就只能生儿育女,操持家庭,守一处锅台。 然而封建制度的压迫并没有彻底压抑住女子奋发向上的偏性。 在历史长河中依然诞生了不少优秀的女性,其中有一位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。 她容貌美丽,但结局令人惋惜哀叹。 大家好,欢迎订阅巧看史记。 傅善祥出生于今天的江苏南京的一户书乡人家,自幼聪慧过人,喜读经史。 三岁时,一次其父带他和家里其他兄弟去一家书院玩耍,当他们嬉戏到书院永道时,突然传来一阵读书声,幼小的傅善祥听到读书声,竟然自己停止了嬉闹,认真倾听着,并跟着读了起来,兄弟们看他这样,大多哈哈大笑,唯独父亲为之惊骇,说他长大后必有出息。 在父亲的支持和鼓励下,傅善祥开始发愤读书,他六岁时,就可赎背三字经,百家姓,八岁时可以写诗品文,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小才女,然而不幸的是,不久后,他的父母便相继去世。 没有了依靠的傅善祥,不得不跟大哥大嫂一起生活,常见了人间冷暖,十三岁时,眼见小姑娘渐渐长大,兄长便将她嫁给李家。 傅善祥来到陌生的环境里,除了困惑和陌生,更充满了对未来的迷茫。 她的丈夫比她小六岁,一脸的懵懂无知,婆婆十分严厉,整天腰五喝六。 对于向来憧憬诗经中美好爱情故事的傅善祥来说,真是度日如年,时时如坐针毡,好在,丈夫虽然年幼。 但对她甚是关爱,这让傅善祥孤独的心多少有了一丝慰藉,可惜,浪漫的总是短暂,她十八岁那年,丈夫就因麻疹病逝,傅善祥还没有和丈夫进洞房,就一夜之间成了寡妇。 她在悲痛不已的同时,又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残酷的现实,婆婆打算将其卖掉以换取银两。 走投无路之下,傅善祥只能选择出逃,幸而就在此时,太平军攻占南京,绝境之中的傅善祥似乎看到了希望,投奔了太平军,太平天国定都天津及南京后,太平军除了需要继续攻城掠地,扩大势力范围,也急需选拔一批人才管理地方事务,巩固内政。 为此,咸丰三年,1853年,春末,天王洪秀全下诏举行天国历史上首次科举,这次科举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创举,那就是打破了一千多年的惯例。 首次设置女科,对于从小就学有所成的傅善祥来说,这无疑是个改变人生际遇的利好消息,所以,她毫不犹豫地报名参考了。 这一年的女科,有二百多人申考,主考官是西王萧朝贵的妻子,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。 至于考的是什么,据青皮类超考试类艺书介绍,有一题出自论语中孔子的话,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,傅善祥才思敏捷,请客间一挥而就,她以古代贤淑女子向父教子为例,向女子难养教板,不过,笔者认为此言并不足信,因为以拜上帝作为精神信仰的太平天国。 会选择儒家经典作为科举试题的可能性简直太小太小了,但不管怎样,傅善祥的答题文章还是得到了乐卷官的一致好评。 最后,她的答卷被送到了当时主持朝政的东王杨秀卿那里,东王看后,对其文赞不绝口,于是大笔一挥,将傅善祥点为女科状元。 就这样,中国科举史上的第一位女状元诞生了,所谓一旦激起千层浪,这一消息很快在当时中外各界引发了巨大震动。 太平军官兵上下无不欢呼雀跃,尤其是军中的女将士们无不倍感振奋。 他们编写歌谣称颂傅善祥,青青柳,蓝蓝天,走过情怀看两岸,大红灯笼挂满天,想妹子做状元。 而清廷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则举朝沸腾,上下官员无不大骂这一伤风败俗之举。 亲王一筐拍桌怒斥发匪,对刚长伦理的破坏,在前线的曾国藩则自满地认为,他们这么做是自取灭亡。 西方各主流媒体对此也有报道,有批评的意见,也有赞扬的声音。 有一家报纸则发出了这样的感叹,中国农民的觉醒正在开始,就妇女权益而言,至少他们已经开始向西方的文明世界发起了追赶。 科举结束后,傅善祥被冬王杨秀卿调入冬王府供职,咸丰三年下,他被任命为女士使,类似于今天的助理或秘书,负责冬王府文书的整理和冬王赵令的起草。 最好,傅善祥精通文史,加之思维缜密,所以工作起来得心应手,把各项任务都完成得恰到好处,深得冬王赏识。 不仅如此,他的大名还传到了天王洪秀全的耳中,一向宅在身宫不问正事的天王,竟破天荒地召见了一次傅善祥,升其为恩赏丞相,隶属天王府六部。 但仍旧辅助冬王处理政务,就这样,傅善祥从一个小兵,一年不到便一跃成为天国高层重要官员,这种晋升速度。 只有天国末期凭借军功后来居上的陈玉成,李秀成比他快。 知书名里的傅善祥利用辅佐冬王的大好机会,在充分施展才华的同时,极力规劝天国修正文化政策,取得了相当的成效。 他先是说动东王,以戴天赋严的名义,废除天国贬斥所有清廷官印书籍为妖书的法令,同时废除男女分居,恢复家庭制并允许适离男女婚配。 他还多次以东王的名义,颁布严禁损坏文物的规定,重赏保护文物的有工人员。 他还一手制定了天国的妇女政策,提出天下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主张,有力感召了大批受苦受难的妇女踊跃参军参战,当时就有跟着红轩骄,会打火枪会耍刀,跟着傅善祥,能治国来女自强的说法。 不过,可悲的是,自从太平天国定督天津后,其高层日渐追求享乐,坐享其成,加上小农安逸思想的作祟,使其在繁华的天津城内迷失了前进的方向,起初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手艺群王们迅速堕落,腐化为一帮交涉银翼,不思进取的废物,东王杨秀卿也不例外。 这位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的著名统帅,不择手段地掠取漂亮姑娘,宫崎谢玉,据说,她有妻妾66人,一说88人,在这种情况下,才貌双全的傅善祥,自然难逃魔掌,被杨秀卿强纳为妾,通过权势,杨秀卿把傅善变成了她的盘中餐,却也从此使自己少了一个能够为其提供正确意见,提出重要规劝的好助手,大厦江青,聪明的傅善敏锐地发现了些许技术。 她不断劝说杨秀卿注意善待不下,保持对天王的尊重,然而,这时一心想和红秀全掰掰手腕的杨秀卿岂能听得进去,恼羞成怒的她不仅当面斥责傅善肝正,又命人将其关进大牢,挨饿受冻被鞭吃,吃尽了苦头,终于,天津事变爆发了,整个天津城内外,一片湿山血海,乱军之中。 又有谁会顾及到傅善祥这样一个弱女子,就这样,一代家人殒命兵变,她的尸体也被抛入大江之中,随着滚滚波涛,向东流去。 值得一提的是,傅善祥如同貂蝉,杨玉环等历史上所有著名的女子一样,其最终结局也被演绎出了多种说法, 有人说,她在事变中并没有死,而是趁乱逃出了监狱,后来,她和东王府从事文读工作的何振川相好,何振川风度翩翩,极具文采, 据说今天起义时的习文正是由她所写,大难不死的傅善祥曾附诗与她,情怀无限恨,佳节旷中秋,侠义梁红玉,高才秦少游,花开三日暮,人道五更愁,相见不相识,长江滚滚流。 天津被清军攻破后,两人侥幸逃出,在上海小礼论隐姓埋名终了一生,不过此说毫无始料依据,或许仅是后世文人们一厢情愿的异想而已,农民阶级有其局限性,这是太平天国的悲哀,也是傅善祥的悲哀,在大业初聚雏行后,太平天国的领导层就开始贪图享乐,不思进取,为争夺权力互相猜忌,随着洪秀全退居幕后,东王杨秀卿权力越来越大, 就这样,弘扬二人相互牵制,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,除此之外,杨秀卿还时常欺负其他高层,慢慢地树敌越来越多,傅善祥曾多次劝他善待同僚。 但不可一世的杨秀卿不仅不听劝,甚至还时常殴打他,随着天津事变的爆发,杨秀卿被杀,他的家眷也难逃一死,事变的领头人维昌辉也被诛杀,此时,太平天国元气大伤,人心涣散,再也不负曾经的盛况,关于傅善祥的结局有几种说法,一是说在东王府被围剿时,他也没能逃过一劫, 二是有人说,他被洪宣娇就出来了,之后又嫁给了沐王谭韶光,还有人说,事变时,他悄悄逃了出来,为了给杨秀卿报仇,投奔了十大开,一同追杀维昌辉,事实究竟如何,我们不得而知,但可以肯定的是,像他这样满腹才情,从封建压迫中逃出的女性,并没有找到那个自己向往的社会,对他来说,这已经是最大的悲哀了。